粗暴,是誰剛才發瘋來了啦 這間倒霉的屋子還是燒掉算了 又吵起來了 趁現在我得趕快離開這 啊,小子都跑掉了 嘻,那個小鬼 我逃出來了,把米拉貝爾的事情告訴了安德莉亞 但是,這次推開那一扇房門的時候 眼前只有一間普普通通的屋子 他們...都再也沒有回來過 更讓我覺得不安的是 圖書館裡的那個也消失了 不如趁早把整個世界毀了吧 伊萬潔林的聲音 還有那一瞬間異常冰冷的表情一直刻在我的記憶裡 如果發生了什麼都是我的錯吧 不安中,湧出的恐懼 伴隨著女巫們的笑聲 成了我揮之不去的惡夢 也許不久之後 這個世界上,這也不會有晴朗的天空了 我在想,伊萬潔林拿到的力量會不會就是雷妮 就是那隻惡的女巫的那個力量啊 所以他才沒辦法去控制他 什麼... 什麼... Where are you? 你在哪? 好啦,我不知道 我只想說看一下那個... 那個星星沒了會怎麼樣 一定是有發生過命案啦 不然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經歷了殺人事 當時的被害人是... 聖絕小姐 兇手是... 你也發現了嗎? 在婚禮背後的另一起事件 不過,現在要弄清楚的是關於米拉貝爾的事情 米拉貝爾是經歷過殺人事件的 當時的被害者是... 米拉貝爾 兇手是... 喔,那隻的紅角 這不是顯而易見嗎? 不對 這是米拉貝爾讓我們看到的事件 而真相是... 反過來吧 被害者是他 米拉貝爾是他 這一切兇手,全都是你 米拉貝爾 欸,那是我... 我... 過分 真是過分 居然說人家是兇手 明明是那些人不好 都是他們不好 明明,米拉貝爾那麼痛苦 而且死掉了呀 不,你並沒有死去 只是因為你一直認為自己才是被害者 那樣的米拉貝爾才出現在我們面前 畢竟,這裡是你製造的空間 而不是真實的過去 你不願意讓別人來到這裡 是不想讓別人知道你... 曾經死掉 曾經是個人類吧 你曾經是人類吧 證據就是... 信誓 米拉貝爾確實是一位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類貴族小姐 一萬捷琳其實早就知道了吧 是啊,多多少少能感覺到 所以才會那麼討厭人家嗎? 呵呵 嗯... 而你變成... 女巫的原因應該就是... 失去了... 自我... 啊... 生命嗎? 還是...自我隨便 在你真正了解他之後你殺了他吧 因為他毀掉了你一心向往的東西 然後向怪物出賣自己的靈魂成為了我們中的一員 是的 惡魔看到了我的靈魂 但在他們的眼中我卻沒有那樣的東西 在他們眼中 我只是一個物件而已 根本算不上是人吧 明明那麼嚮往愛情 那麼想得到幸福 錯的是我們 所以我殺了他 因為只有死亡才能分開我們 米拉貝爾 還有你 隨隨便闖進別人房間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鬼 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真是太可惡了 啊...不...等一下 糟糕 不說點什麼的話 米拉貝爾你...你還記得嗎? 楊娃娃的話 獨角獸的話 說了什麼 但是希望... 米拉貝爾能幸福 那要怎麼樣已經回不到過去了 獨角獸的話 這個房間 是由你的意識製造出來的 但是在最初見到我的時候 真是太好了 那隻獨角獸他是這麼說的對吧 你的房間讓我通過了上鎖的門 讓我看到籠子中的你 米拉貝爾肯定也希望有人能了解你吧 米拉貝爾也希望有人能夠走到這裡 把你從籠子裡救出來吧 我們...不是朋友嗎? 朋友 我...不可能有朋友 因為... 不!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我知道那個答案的意義 蛤? 蝙蝠嗎? 蝙蝠不屬於鳥類也不屬於野獸 米拉貝爾你...也... 既不是真正的女巫 也不再是人類 所以你才不肯看大家說話 也不肯讓別人進來 有人類的血統又怎麼樣 現在... 現在不管怎麼看 米拉貝爾你都是我們中的一員吧 你懂什麼 這個驕傲自大的小鬼 又出現在女巫家庭裡 連安德里亞都寵人 你怎麼會了解這種無處可去的痛苦 我明白的 因為我... 我... 也是半個人類 欸? 有破綻!快倒! 拉著 不管你說了什麼 我是不會放過你 一定要逃離這裡 登登登登 登登 快逃! 嘿!成功 夠了 我不要再跑了 你跑不動了嗎? 但是他會追上來的 謝謝你 我覺得 我能阻止他 原本這一切就... 都是我自己的決定 也是我不能消... 抹消的... 罪孽 都是自作自受罷了 你是要保護我 才硬拉著我一起跑的吧 嗯... 我相信米拉貝爾的心中還有一些意識和感情 還沒有完全變成那種怪物 是因為有你在吧 所以我不能讓怪物的意識把你消滅掉 大概吧 謝謝你 把我從籠子裡放出來 所以現在 應該償還自己的罪孽了 其實我們心裡都清楚這樣是不行的 對吧 所以他是雙重人格嘛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就是當初犯了... 就是... 女巫的人格 做了所有一切事情 另外是完全... 完全把那個記憶給分開... 分割給邪惡的那一面就對了 類似這樣 我已經自由了 這樣 我們就都可以離開這裡了 其實兩個都是對... 兩個都是... 兩個其實都是同一友人 一體兩面 要面對自己的罪行很困難吧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左邊那個身材比較好 可能比較高吧 要承認自己無法幸福很痛苦吧 在這樣沒有終結的惡夢裡 活著 還是死去 哪邊是自由 哪邊是希望呢 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他其實是鏡子嗎 讓我來結束這一切 好嗎 終於可以結束了 不...不要 我獲得了女巫的力量是需要代價的 這個詛咒 讓我永遠都在罪孽和痛苦之中不得安寧 無論能活多久 都是這樣 永無止盡的惡夢而已 根本不能算是活著吧 你這家伙也太任性了 果然是... 不配成為女巫 夏洛特把我帶出來 好像是打破了原來的詛咒 我終於... 可以... 像人類那樣死去了 所以拜託了夏洛特 讓我走吧 比我跟安德里亞說對不起 免得和你們在一起 但我已經... 不想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再見了 謝謝你 夏洛特 怎麼會這樣 絕對不行 好不容易成為朋友的 好不容易才從籠子裡面出來 還打敗了被詛咒的自己 但像個普通人一樣不是挺好的嗎 原本就是人類啊 早就不該存在了 不對 不對 既然已經存在了 以後一定會幸福的 會有更多的好朋友 我不希望米拉貝爾死掉 怎麼辦怎麼辦 我... 米拉貝爾 我祖上米拉貝爾 米拉貝爾不會死去 而是要沉睡下去 對不起米拉貝爾 我不希望你死掉 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讓我吃了這麼多苦頭 然後就要從... 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嗎 我不願意 我想知道更多關於你的事 我想和你成為更好的朋友 一起玩娃娃 一起穿漂亮的裙子 在雲彩上飛來飛去 等以後我們再見面好嗎 粉紅色房間 米拉貝爾的房間完成了 資料更新 欸如果我選另外一個呢 哇 我好奇啊 就這樣衝出去 走走走走走走 亞走 我們取久了唷 這樣是不行的 其實我們心裡都知道對吧 你 滾回籠子裡去 不要妨礙我 你能聽見嗎 夏洛特 謝謝你讓我自由了 如果能早點認識你就好了 再見 夏洛特 我的好朋友 米拉貝爾 不要 米拉貝爾 已經不會再開門了 我先走了 一萬千人離開了 你去告訴安德莉亞才行 欸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不同走向對不對 哇 太讚了 好 我先存在這 那麼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